市建局星期三会开会检讨需求主导重建计划 检讨方向包括同区七年楼令赔偿准则是否需要调整 令很多人感到意外 政府在数年之前做过一次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结论是推出了楼换楼需求主导这些鼓励性的收购和重建措施 但同区七年楼令赔偿准则是一直都没有变过 不过事隔三年之后,现在又突然间说要检讨 消息说市建局之前共有八个需求主导的项目 现在估计全部都会蚀钱收场 买单赤字数目有数十亿 据问市建局内部认为蚀那么多钱,原因是收购价太高 消息说其中一个支持检讨的就是新任主席蘇慶和 他曾经做过领会的首任行政总裁 当然会做生意 蘇慶和其实在上任的时候 见记者也很坦白地说 市建局理论上都叫做地产商 支持市建局就是按照商业原则去推动市区重建 听闻有多个粮份在市建局内都是支持检讨的 梁振英一直希望可以加快市区重建的步伐 因为这样都可以令到单位供应增加多些 他们认为如果降低了赔偿的话 市建局就可以在同一时间 收购更多的旧区的单位做重建 加上需求主导的业主是自己摸上门 相信减低赔偿价是不会影响他们重建的意欲 梁振英上任之后 不少粮份担任了公职 他们整套都是大计价 在详策会当中大家都已经看到他们的大计究竟是怎样的 但他们的如意算盘很多时候都打不响 原因就是他们的盘算 往往就是介绍了一条数就是民意 其实多个身兼立法会议员的市建局非执董 都反对减低赔偿 当中包括民建联的蔣麗云 有些意见认为市建局去年都赚了四十几亿 现在预计会蝕钱就立即吵 可能市民都未必接受 加上市建局其实都有个社会责任 觉得他们的成绩不可以只是看那盘数 赚钱就是成功,是钱就失败 最多必要的时候就向政府申请注资 不过由于立法会现在正在拉布 这班在市建局里面的反对派 星期三就要留在立法会开会 有人就形容 如果最后他们真的要检讨七年流龄的赔偿准则 惊险程度就好像摸老虎屁股那样 随时都会激起民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